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而越看越有味道 所以越看就越觉得帅气 2013年正是韩剧《继承者们》热播的那一年 而金与斌正是在那个时期横空出世 以丑帅男神的形象步入观众的视线 《继承者们》中金与斌饰演的是18岁的富二代崔英道 和李敏昊饰演的惊叹的标准花美男形象不一样 金与斌实在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帅哥 尤其是和李敏昊精致五官对比的时候 更是暴露了脸上的所有短板 脸太长 眼太小 眉毛向蜡笔小心 两边颧骨看上去雄神恶煞 鼻子嘴巴也不够精致 除了肩宽腿长的模特身材 怎么看都会觉得这个男明星哪里来的 不仅谈不上帅 几乎可以用丑来形容了 可想而知 这样的长相的男明星 观众当时都是拒绝的 能和大帅哥 李敏昊分庭抗礼的不应该也是一个大帅哥吗 只是看着看着 打脸的时候就来了 这部剧播出的过程中 人气越来越高的 不仅仅只有李敏昊 金与斌所饰演的崔英道像一匹黑马 成功地在花美男横行的韩剧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金与斌凭借精湛的演技将叛逆又深情 冷漠又温柔 无情又友情的少年崔英道演绎的入目三分 很多人说 一开始是冲着惊叹看的 但越看越爱 越看越心疼的却是崔英道 剧中的崔英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小孩 剧外的金与斌在校期间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好学生 他一直是学校前五名的模范生 当时家中条件不好 但金与斌的母亲却很懂得生活 他经常手工为儿子缝制衣服 这大概也成就了金与斌最初的时尚感 14岁的时候 金与斌下定决心 希望成为一名模特 金与斌告诉父母和老师自己的梦想 结果 内向的金与斌被老师毫不留情地嘲笑了 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好在 金家父母非常支持儿子的梦想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不管别人是否嘲笑 他们都没有反对过我的梦想 只是说一定要多看书和电影 现在 这两样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离床头最近的地方总是放着书和DVD 其实 金家的条件并不是那么好 但为了儿子的梦想 父母没有跟金与斌透露家中的难处 一直默默地支持他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金与斌也是这样 把家中的困难看在了眼里 决心做模特以后 虽然年纪还小 金与斌就已经会想方设法地为家里省钱 比如 明明想念的学校是外语高中 为了省钱 他选择了普通的人文系高中 开始去健身馆健身 明明很想请私教 为了省钱 只能想发设法地去跟健身中心的教练们套进户 免费学到饮食健身的方法 读高中的时候 金与斌开始通过兼职网站去投递简历 做网络兼职模特 以心希望能够为家里减轻负担 但是 想当模特 广个子高是没有用的 高二的时候 金与斌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八的个子 但他当时特别的瘦 一八八的身高 体重居然只有59公斤 实在是太瘦了 别人想当模特得减肥 金与斌想当模特反倒得拼命地增肥 为了增加体重 金与斌拼命地吃鸡蛋 希望补充蛋白质 每天一大合地吃 几乎吃到了兔 好在他终于重了12公斤 满足了上梯台的基本身体条件 高中毕业之后 金与斌如愿以偿地 考上了大庆大学国际模特系 在2008年的时候 金与斌终于登上首尔时装周的梯台 正是以模特身份出道 小时候的梦想仿佛终于实现了 但是梦想实现的背后却是现实的 那时候金与斌只是个模特系的学生 完全没有名气 走秀机会也特别的少 后来有人问起金与斌 当模特的第一笔收入是多少 金与斌回忆 最开始的一些走秀是完全没有钱的 即便后来走秀多了起来 但是收入还是非常低 不仅无法帮助家里 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 渐渐的 金与斌最渴望的已经不是成为知名模特 而是想成为模特系的教授 这样的话工作稳定 收入也会比较高 只是他还是不死心 希望能够继续在模特界闯出一番天地 于是继续靠微薄的收入支撑下去 只是在一次拍广告的过程中 金与斌却发现 关于模特的表现力方便 他真的不够强 金与斌终于意识到 原来模特一行并不是那么简单 只要身材好走个秀就可以的 反而言之 模特是需要表现力的 没有天生的表现力怎么办呢 学 为了活跃发展模特事业的话 最少为了广告也得学演戏 为此 金与斌参加了公司的演技培训课程 之后又进入泉州大学 攻读演艺娱乐学 当时的金与斌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可以真的会成为演员 即便是成为演员 金与斌也没有料到 自己的演艺生涯会这般顺利 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他就和李敏浩一样成为了顶级的国民男神 2011年 金与斌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 白色圣诞节 这也是他第一次以演员的身份正式出道 那时候他用的还是自己的本名金贤忠 后来觉得不想影响同名艺人 这才开始用艺名金与斌 开始成为大众的鱼饼 当时金与斌有女朋友 这位女友叫做刘志安 是一位模特 是金与斌做模特时候认识的 两人2011年正式成为恋人 2012年的时候 金与斌揭拍了《神世的品格》 不久之后 又与李中硕搭档一起出演《学校2013》 不仅拿到了好几个最佳新人奖 更被NBC电视台评选为 《演员前侣鼓》第一位 或许正是金与斌用演技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潜质 以演员身份出道 不过短短了三年 不够帅的金与斌 就接到了大热剧《继承者门》的邀请 和李敏昊、朴信慧等知名演员合作 出演18岁的叛逆少年崔英道 从最开始的备受质疑 到之后的国民男神 金与斌只用了一部戏 那时候陪伴在金与斌身边的 仍然是刘志安 即便高刚因为继承者大祸 金与斌却选择公开恋情 表示目前正在交往第二年 面对爱情 金与斌和崔英道一样诚实 爱就是爱从来光明磊落 不遮遮掩掩掩 只是这段曾经甜蜜的恋情 最终还是未能修成成果 金与斌骤然走红 刘志安既未能有高兴 但同时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 那时候他常常被认为是借着金与斌上位的女人 加上爆红之后 金与斌变得异常忙碌 聚少离多 最终还是让这对情侣选择了和平分手 分手后的金与斌曾经非常痛苦而沉默 好在事业上的成功渐渐冲淡了伤痛 那几年的金与斌 的确是势如破竹 各类影视剧代言走秀见面会 无数机会资源 纷纷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这不仅仅只是事业上的顺利 连同爱情 也同样在这一时期再次开出了花朵 2015年2月 金与斌和申敏儿通过拍广告认识 申敏儿是韩国知名演员 代表作《我的女友是九尾胡》等 她外形清晰靓丽 李准基曾夸她第一眼就像是大明星 很快 媒体拍到了金与斌和申敏儿约会的照片 这对相差五岁的姐弟恋 没有犹豫 立刻通过经纪公司发表声明 公开承认两个人确实是在恋爱 而他们之前拍的广告花絮也被流传了出来 网友大呼 这明明是借着拍广告撒够粮啊 一直以来 金与斌成功的秘诀除了努力以外 更重要的是一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他曾拍过一部电影 《二十》 电影中 金与斌所试验的志浩是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 但是毫无人生目标 剧中他想法很多 却每天游手好险 总想着做什么好呢 这和现实中的金与斌有很大的不一样 二十岁的金与斌根本没有迷茫的时期 他忙着拼命学习 根本没有时间来迷茫 金与斌的二十岁是人生最好的时光 不仅仅因为青春 更因为充实 他的二十岁完全没有虚度 2016年 金与斌再次主演热播剧《圣意一恋》 他饰演的是一位高傲冷漠的顶级大明星 一开场 这位明星便因为自己已经身患绝症 而不愿意引出死亡的戏码 可惜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金与斌竟然真的生病了 2017年5月 金与斌所属经纪公司发表官方声明称 金与斌最近感到身体不适 到医院检查之后 确认患上了鼻烟癌 索性发现不算太晚 目前正在接受药物和放射治疗 希望大家祝福金与斌尽早康复 其实 金与斌一直没有跟身边的人提起过 自己其实之前就经常出现 喉咙肿痛出血的症状 他就像父母当初不提及家中难处一样 默默地将不适隐瞒了下来 甚至希望将新电影拍完之后再去治疗 只是 电影还没拍完 金与斌却撑不住了 他必须接受治疗了 演员计划也必须暂停终止了 却不知道何时才能彻底恢复 此后 金与斌消失了 除了灵星有关他病情的新闻出现 这个阳光大男孩 再也没有能出现在大众眼前 众人无限唏嘘 从大红到消失 原来一场病就可以 好在女友申明儿 一直以家属的身份陪伴在金与斌身边 不离不息 只是在梦想开始一步步实现 却在最黄金的时期 只能狠狠退出 换了任何人 恐怕都会不甘心 命运像是跟金与斌 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先双手捧上最好的一切 然后残忍收回 不过 现在金与斌也已经健康归来 和女友申明儿也传好事将近 女友最近热播的韩剧 他也在热中的关注 我们在此祝福他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